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否会到访旧金山华步 今天有侨领街道消息称 习近平会到访华步两处地点 其中驻美中华总会馆向本台证实 的确在上午突然收到通知称 习近平即将来访 不过一个小时之后又宣告取消 另一处地点则称一直在standby待命中 本台也访问到关键人物了解详情 古灵家的报道 习近平到旧金山出席APEC 本台今天在重重围墙的包围下 拍摄到他从St. Regis酒店出发 前往领袖峰会现场出席会议的车队 当习近平上车时 维安人员不让任何人有机会看到习近平 保安之严密可谓滴水不漏 为了欢迎习近平到旧金山 华步有桥团挂起热烈欢迎习近平的横幅 让来往的人潮都能看到 有多位桥领就透露 自从本台报道过习近平此行规划要到访旧金山华步 就不停接到民众询问他到底什么时候来 一直等到今天终于有了消息 今天一早有桥领就静悄悄的向记者透露 已经收到中领馆的通知 表示今天习近平会造访华步 而且明确指出两个地点 一个是中华总会馆 另一个是金门签余饼公司 不过最后结果是如何呢 本台今天早上十点找到了中华总会馆总董 黄国康以及金门饼是公司老板陈展明 不过谁也没有确切的消息 不过等了半小时后又有新的消息 因为今早大概是十点半的时候 我收到我们中华会馆的总统 黄国康总统就叫我招集 所有的子席就回来中华会馆 他说习子席会到时 今天就会来我们中华会馆 当时我就有点紧张 有点高兴 中华总会馆今天向本台证实 确实在早上收到通知 表示习近平会到访中华总会馆 但后来他们又失望了 刘荣耗随即和中文书记李电邦将座位排好 但准备就绪之后又一通电话来了 直至到11点半左右 总统再给电话我 因为习子席就忙了头 就会今天不会来了 情形就是这样的 当然我们觉得很高兴 习子席到来了 现在我们又觉得很失望 不过本台取得另一项权威消息称 习近平此行确定不会到华部 而中华总会馆方面则向本台证实 并没有任何美方或中方的特勤人员前来考察场地 因此习近平到访的几率不大 但是否会抽空召见重量级的统派侨领就不得而知 基于维安考虑 这些到访消息都是最后一刻才会获得通知 已经连续待命好几天的侨领们 虽然无奈但也表示尊重 因为他今次很秘密的 做什么都不告诉别人 因为他很多人想三文字 反的和对他好的都很多人 所以我们很尊重他 第一方面金门炳食公司今天还是接待了大人物 来自美国国务院社交团队的先遣人员 今天下午三点到访 老板也亲自向他们介绍铅鱼饼的制作 未来是否可能有大人物到访 暂且拭目以待 26台记者古林佳在旧金山华步的报道